今天是儿子大喜日 拉个脸高兴点 休息了 我叫他爸爸 你现在干什么呢 他跟你说起来 你修了 你修以前做什么的 没说 你这样子怪怪的 你小心 他妈开主管的 你觉得他妈是能干嘛的呀 说好是加成林肯 这最后还是奔驰六 说好的二十多 你熟熟自己熟 是没钱呢 还是凑不齐人呢 华晨的人缘不怎么样 什么兴兴兴 只要在北京这餐厅 留准席肯定的 这就把你给能的 就后悔没生个儿子 让你好好长了长了 罗海生 我下辈子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好 请站 请站 你自己的面 请多关门 你爸今儿够气派的 后面跟着好几个宝贝 一勺儿的涂瓢 那我爸徒弟 你想啊 去饭馆吃饭 要是在那菜里面 恭喜恭喜啊 你拿着 恭喜啊 要是在那菜里面 出现一根头发丝 多恶心啊 所以我爸说了 这样想当他的徒弟啊 全部都得涂瓢 哎 那个 你们领导没来呀 就你那李副局长啊 就我明知顾问呢 哪会儿不还提哪会儿 你行 李副局长不来 局长今天可以来吗 哎呦 求求你这事不都说清楚了吗 你们还接你不放吗 前一阵子 我们俩就一直忙着 置办婚礼啊 装修房子啊 没有上北京来拜访您 失礼了 哎 请你见外了 其实啊 我该早过来看望看望 这边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这个当爸爸的 以此念没露过 实在是说不过去 让人笑话 我们娘就没人了吧 哎呀 那你跟我说了这话 不过有些事啊 小提大做的 也不值得我亲自跑一趟 免得让我手下的 这些孩子们笑话我 可我闺你这个酒席 我得来啊 拖了这么些日子 总算是 算是有个好结果吧 那我不能不给人面子呀 您说是吧 是 那是吧 你们先坐着 我到其他地方得去照顾一下 待会儿过来多喝两杯 好 好 您坐坐 忙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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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的嘛 让那边说得跟熟生饿沙子 你哪能兴奋 我都笑面虎 装的 我跟你说我太久糊弄你这样了 你糊弄我一试试 你怎么来了 我没有接到清洁 但我还是来了 等我结婚总得过来道歉啊 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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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我吗 十多年没见了 早成大小伙子了 认识 认识吗 认识认识 认识我的礼物 对不起 苏先生 你的礼物太贵重了 我受不起 还有 我今天婚礼的座位已经满了 不好意思啊 好好享受你的婚礼 好好享受你的婚礼 什么意思啊 那你说什么呢 陈大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恭喜啊 一位新人百年好合 白头到老 谢谢 音量 音量 快点补妆 婚礼马上开始了 那个 你先去补妆吧 我一会就来啊 去去去去 你看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倒货啊 晓晓 我求你了 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 咱俩的不是说清楚了吗 清楚 你觉得清楚了吗 我 我求求你了 今儿别给我生事行吗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因为我头一次见你 我就觉得你是个有故事的人 你的神秘感吸引了我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故事的结局 是现在这样 是 我欠你的 我回头补偿给你行吗 你怎么补偿我呀 佳佳 你今天真漂亮 当新娘子真好 你去帮我看一下大哥 准备好了没有 好 你等着 好 你要干什么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陈大可会喜欢上你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吧 你可以对我友好一点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今年你已经二十三岁了吧 那么小的年纪 你就甘愿对送在陈大可的手里 你不冤吗 你是来跟我宣布你的前车之鉴吗 要不要等一下我在婚礼上给你留一段时间 好让你痛诉一下被男人玩弄抛弃的革命驾驶 对了 我想 这张照片 你应该很感兴趣吧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无意中拍到的 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 现在我留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送给你 作为结婚礼物吧 我还找你呢 我还找你呢 你跟我说 这个照片怎么回事 说啊 佳佳 你听我解释 那天我喝多了 我 那天 哪天 就是 就是那天 陈大可 你还在跟我撒谎 你讨算撒谎到多久啊 我没跟你撒谎 还说没骗我 你说你跟同事去喝酒了 不是跟他 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我 算是看透你了 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我有啊 佳佳佳 我 没有你 那当然是有我了 小强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我求你别闹了行吗 我不是来闹的 我是来问你问题的 好 你问 你问我回答你行吗 你问完就走吧 我投眼见你 我就喜欢上你 难道那天晚上 我们只是逢场作戏吗 说实话 你难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说呀 够了 够了 谢谢 陈大可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罗家小姐为妻 无论贫富 疾病 生死 你都一生 爱护她 拥护她吗 我愿意 罗家小姐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陈大可先生 无论贫富 疾病 生孩子 是啊 你都愿意一辈子做她妻子吗 她拉了个脸给谁看呢 是不是哪儿 不舒服啊 你手去掉脸 丢人血 你手去掉脸 快 姐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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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哪不舒服 爸爸跟着那么多人都看着 能让妈急死 孩子 今天又怎么了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这么哭会晦气的 真的感觉太过分 跟大欺负人了 好了好了 好了没什么事了 那这样吧 我扶你到后面去休息 别碰我闺女 别碰我 你又嚷什么 人家都在看着我们 怕看呀 你先问问你儿子干了什么了 把我闺女惹成这样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讲理了 不是好心 要不然 我们让大家平平理看 金家母你别发火 大可的妈说得对 你女儿怎么成这样子了 大喜的日子哭哭啼啼不好 有什么委屈说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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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应该满意了 家家 你跟我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错在哪里 你说大可欺负你 他怎么欺负你 你一直在哭 你是哭给谁看的呀 你看看 我给你摆了那么大的场面 我是给够你们面子的 你们娘家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的往返机票 他们的酒店住宿 那都是我出的钱 你身上穿的那么漂亮的一件婚衫 那是姐姐买给你的 还有 对了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房子 那可是我跟大可的爸爸 这一辈子的积蓄 我们把养老钱都舍出来 给你买了一个大房子 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今天是新娘子 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 你哭成这样 再跟谁过不去呢 你不要质问我闺女 你说完了吗 那我就问问你这房子 你给谁买的房子呀 你叫张问琴吧 房产证写的谁的名字呀 是不是你的名字呀 自己给自己买房子 你干吗 你拿我闺女说什么事啊 我的不就是他们的吗 我们老了我们还能住几年 将来不都是留给他们的吗 你跟我这耍什么心啊 你不要在这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你你你为什么不写你儿子的名字 我就问问 为什么不写呀 不好意思说呀 我告诉你 他们俩如果结了婚了 这就是婚后财产 两个人共有 你压根就没怕这俩孩子能过长了 你就你就你就怕我闺女有一天 给你分财产 我告诉你 你们家有俩钱 那招钱哪来的 我就不愿意说 算了吧 你呀 别把我想的那么优势 闭嘴你 我给你分财产 你再说一遍 脱腐财产 给他弄出去 再敢说一遍 脱腐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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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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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